篱笆外面的这种植物就是蒜芥 新型的叶子开小白花 19世纪欧洲人把它们带到了北方 因为没有天敌 它们像野火一样的生长 人们总是把它们连根拔掉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都除掉 蒜芥还有丰富的维生素抗物质 Omega-3脂肪酸 因为它有大蒜和芥末的味道 所以人们拿来做菜 这种很嫩的叶子其实很好吃 可以拿它做沙拉或者炒肉 炒肉的时候把它们切起 加上小苏打粉 小苏打可以让肉质更嫩 炒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